华山林口爱新天使站服务在地弱势孤老 为感谢义工还有善心人士长期的支持 特别来举办了13周年的感恩茶会 而现场燕子会团体及艺人刘小义都带来宰歌宰舞的表演 为老人们来添加了许多的欢乐 华山林口爱新天使站在民国99年设立 13年来服务在地弱势孤老 陪伴长辈度过生命中孤苦无一的日子 为感谢义工和善心人士长期支持 特别举办13周年感恩茶会 邀请长辈义工与善心人士一起欢庆 民口站13周年的感恩茶会 那13周年的部分是因为我们长辈 他们其实就是非常期待我们有这个茶会 然后可以一起来庆祝一起吃饭 期待了很久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还安排了燕子会 还有艺人刘小义一起来帮我们一起参与 因为我们平常老人家嘛 他们都是古老都在深山啊或是在家里 其实日子过得非常的枯燥乏味 那希望今天这个茶会能让他们就是感觉到 一点温暖跟开心 华山林口爱心天使站长陈慧娟表示 这次活动很感谢燕子会团体 及艺人刘小义在现场带来宰歌宰舞的表演 使节目相当热闹丰富 为老宝贝们增添许多欢乐 另外一旁也有一件活动 免费贴心的为长者们整理门面 让长者们都有一个很好的仪容 和其他长辈一起相聚闲聊 华山永远是最贴近民心 都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那相同的呢 不管是公所或者是熟绢阿姨这边 还有我们的里长 我们都会全力的帮忙 有任何的需求 再次祝福大家 那每天都很开心哦 非常感谢我们华山基金会 我们会长期关注临头的长者 那关注我们非常多长辈的 不管是安全 不管是生活等等 非常多的面向都有在关照 我们还有那个益检的部分 因为我们其实长辈通常都在家里 其实他们的头发 还有他们行动不变的原因 其实不太容易去理发厅剪头发 对那我们就是在现场也安排了益检的部分 让他们可以就是整理移动 然后漂漂亮的上镜 跟我们就是其他的长辈朋友这样子 就是聊天 陈慧娟站长指出 领口站成立13周年 有赖在地善心人士 及义工长期的支持 领口局长与在地议员 认同华山的服务理念 在此也结层邀请各界响应支持 一起加入爱老人的团队 记者胡宇轩领口采访报道